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感恩节到了 前几天去Costco买东西 顺便买了花带回家 回到家先把花插起来 每次只要看到花和闻到花的香味 都会让人心情愉悦 我不太会插花 看了网上有许多插花的教学课程 还在慢慢的学习和感受中 这个披肩是我在秋冬季节会在家里穿的 甚至有时候出去吃饭也会随手带在身边 它非常方便携带 折起来就像一块小围巾一样 放包里一点也不粘地方 如果觉得冷了可以随时拿出来披在身上 热了又可以拿下来折叠起来方便 衣肩的长度也是我喜欢的 它不会像有一些大围巾可以用来当披肩 但又很容易掉下来 这个披肩是有两个袖口穿进去的 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掉下来 每年的感恩节都是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聚在一起 当然今年也不例外 这个星期节假日大部分人都不用上班 是基本上都会和家人团聚见面的日子 儿子学校感恩节放假一星期 先生也正好在家休息 爸妈会来我家住几天 所以这个感恩节就是大家一起居家吃吃喝喝的日子了 历然居家那就要穿的舒服一些 特别是像这样的日子 我一般都会穿的比较宽松 但也不会太随便 特别在冬天 卫衣里面都是毛绒的非常舒服 而且保暖 在选择卫衣上 我会选一些既可以在家里穿 又可以穿得出去 甚至最好可以搭配大衣的款式 另外居家服一般都会贴身穿 所以里面那层也要选择比较柔软的 最好是唇棉的 或是抓毛绒的fleece的那种 会更舒服保暖一些 我本人是不太喜欢在家里穿睡衣的 早上起来如果还是一整天穿着睡衣的话 又和没起床没有什么区别 穿宽松的位移在家 就算有朋友上门也不会觉得很突兀 别假日是最好在家休息追剧的时间了 喝喝茶看餐具放松一下 有时候我们女人是需要把时间留给自己一些 享受一下片刻的时光 从星期一就开始构想要在感恩节做什么菜 虽然我不是一个厨艺高手 但做家常菜还是可以的 看了很多网上教的菜谱 但是怕自己在关键的时候翻车 所以还是选择了能够拿捏的菜 还好家人们都不嫌弃我 毕竟米老鼠的卫衣是我以前儿子小的时候 带他去Florida Disney玩的时候买的 他可以当长款的卫衣穿 也可以把下面的那部分衣服往上折 当一般的卫衣穿 由于爸妈的年纪大了 他们的牙口不太好 所以我们今年就没有烤火鸡 今年我们烤了火腿 没想到火腿肉质鲜嫩 大家都喜欢吃 就连妈妈的牙齿不好 也能吃得动 感恩 感恩有家人的陪伴 感恩父母身体健康 感恩我的家人对我的宽容和包容 无论你现在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如果你能看到我的视频 那说明我们有缘 感恩这种缘分 感恩有你们的支持 祝愿你们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感恩节和周末 不知道你们大家的节日过得怎么样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